第六节中国直升机博览会在天津空港经济区开幕了 所以人注目的是一架代号为JN1的轻转悬翼机 1比1的一个模型 这很多人就认为了 这个模型现在能够展出意味着我们中国 也在发展向MV22鱼鹰这一类的飞机 如果说将来中国版的鱼鹰能够上福建舰 那就是如虎添翼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这次天津的直升机博览会 还是挺吸引人的 咱们现在先看一看 这次咱们说的飞机的展品 它目前还只是一款轻型的双人悬翼机的模型 而且是放在了航空工业的创新区进行展出的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JN1很有可能 它暂时还就停留在一个技术验证 最多也就是个原型机的状态 不过这道也反映出 我们对可轻转悬翼机技术的研究 得到了一定的重视 可轻转的悬翼技术 是美国在冷战后期开始研发的 一种高速直升机的技术 严格来说 其实它已经不是直升机 而是一种直升飞机了 它属于一个新原理的飞行技术 给有效的兼顾直升机 还有固定翼飞机的性能上的优势 和它们各自的特点 咱们就以美国这个MV-22鱼鹰为例 优点 那确实也非常的明显 你看就说这个起飞的时候 它把两个发动机 能够这个短舱给垂直竖起来 然后它就能像直升机一样 旱地拔松的就起来了 它不需要多大的场地 而且对场地条件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限制 那么升空之后 这个短舱马上再转成水平状态 它就能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飞了 而且它载重量是比较大的 而且航速也比较高 航程也比较大 飞行起来那是平稳多了 当然了 它的缺点也是很图书 你比如说 由于这个结构比较复杂 导致这个事故就很多 日常保养也是费时费力 比较头疼 还有一个就是 它对这个飞控的要求是比较严 因为它不是有两个大悬翼吗 这个升力的和拉力的配重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协调不好的话 那就很容易造成 这个击毁人亡的飞行事故 而且就像在这种可轻转飞机 它本身的气动原理 实际上我们在航空界还没有完全知道 它还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 当然也就存在着各种隐藏的一些问题 作为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一直是关注着 世界航空产业的一个最新的动态 对这种可轻转悬翼的飞行器 其实我们一直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而且一直传说着要搞 但是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时机出来 而这一次咱们推出了这么一个模型 虽然只能说它是一个验证机 或者说它最多是个原型机也好吧 但它也能在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也反映出 我们对于这种轻转悬翼呢 还是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和重视 所以看到这次展出的这个模型啊 很多朋友他就对比了美国航母和两栖攻击舰 这个舰载机的种类和我们的这个差异 突然发现呢 其实我们在这些舰载机里面 就是缺少像MV-22鱼鹰这种机型 因此呢大家就认为啊 我们呢应该尽快的研制出这种可这个轻转悬翼的飞机 那我们就能够如虎添翼了 不过呢我们现在的战术需求啊 可能对这种飞机还没那么迫切 你看啊美国他为什么要有这种飞机呢 他要满足从舰上起飞之后 这一千公里以上这个不落地的运输武器 以及投送兵力啊 而且呢还要快速抵达 显然这就是他舰载直升机做不到的事情了 所以他们必须想装备这个鱼鹰这一类的东西 而且他们下一代的V-280 还是这种轻转悬翼的这个飞机 这个呢就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远程投送的战术需要 是密不可分的 那相比之下 我们的陆军 我们的海军陆战队 他都没有这种不落地要投送一千公里之外的 这种战术需求啊 我们又不会时刻的 准备着怎么去突袭别人 给别人搞事去 就算是我们要打台独的话 也不需要这么来 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啊 福建舰和我们的两栖攻击舰 还没有搭载这类飞机的必要